2023年3月7日,多米尼加的西巴奥体育场 一支叫做维尔莱特的球队在主场创造了一个惊天大冷门 击败了身价是他们300倍的巨无霸球队 但是当他们准备前往美国备战地上会合的比赛时 却发现他们很可能会被剥夺比赛资格 而这仅仅是他们遇到的困难中很小的一部分 海地,一个经常出现在通辽宇宙中的失败典范国家 在被杜瓦利埃家族折磨了将近30年后 他们并没有迎来曙光 进入21世纪,政治动荡,社会混乱,暴力横行 大自然以来凑热闹,地震,巨风,洪水,瘟疫 海地几乎集齐了所有灾难 2018年夏天,当零星的海地居民走上街头 抗议燃油价格上架时 没有人想到这又是一段漫长灾难的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进,危机逐渐酝酿 一直到2021年7月,随着时任海地总统莫伊兹被暗杀 这场危机逐渐演变成暴乱 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史称海地危机 海地足球联赛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陷入无限期停摆 维尔莱特俱乐部是停摆前最后一届海地联赛的冠军 在法语中,维尔莱特的意思为紫色 联赛停摆对球队的影响不言而语 很多球员选择离开海地,前往海外艰难谋生 但是更多的球员选择留在海地 队长斯蒂芬萨巴是海地裹脚 2020年他曾经被美国大利门球队蒙特利尔签下 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足球陷入停摆 选择在家训练的萨巴不幸摔断了左脚 也摔断了他的职业生涯 如今的他一边跟随维尔莱特的训练 一边照看家里的商店 海地联赛虽然名义上是职业联赛 但是由于收入微薄 绝大多数球员都是兼职 他们不想也没有能力离开 海地在陷入无政府状态后 黑帮横行,抢击案频发 为了保证安全 队员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回家 因此即使天气再热 训练也必须安排在白天 当然想踢一场真刀真强的比赛 更是成为了一种奢望 终于在整整十个月无球可踢的日子后 维尔莱特的球员们终于迎来了 加利比锦标赛的比赛 2022年5月 来自三个国家的六支球队 其具多米尼加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 争夺加利比足球的最高荣誉 加利比地区的四个拥有职业联赛的国家 海地、多米尼加、亚迈加、特里尼达和多巴格 参加第一级别的加利比锦标赛 其他国家参加级别稍低的加利比队 只有加利比锦标赛的冠军 才能获得北美地区最高水平的冠军联赛的资格 在特里尼达和多巴格决定不派出球队参赛后 四次夺冠的亚迈加球队成为了最大热门 两次夺冠的多米尼加球队 凭借主场优势也对冠军势在彼得 此前几拿到过一次冠军的海地人赛 在经历长时间的停摆后 几乎没人看好他们能创造奇迹 而金木战的结果更加印证了人们的想法 开场仅仅9分钟 东道主球队西巴奥就用一记精彩的任意球 敲开了客队的大门 下半场他们再入两球 3比0完胜维尔莱特 第二场小组赛也是维尔莱特的生死战 他们必须要取胜才能从小组中出现 但是开场仅仅3分钟 来自亚迈加的金斯顿骑士就攻破了他们的球门 而在另一个小组中 另一只海地球地阿尔卡埃在两年败后已经宣告了出局 维尔莱特成为了海地最后的希望 被逼到绝境的维尔莱特绝地反击 先是抓住对手的失误扳平的比分 又在上半场结束前用一记精彩的远射逆转比分 下半场尽管对手一度扳平比分 但是维尔莱特在第71分钟的制胜球 还是让他们艰难的赢下了胜利 也艰难的逃出了小组赛 半决赛赢在亚迈加联赛冠军沃陶斯 开场第八分钟他们又落后了 被逼上绝境的维尔莱特再次上演了绝地反击 在第21期75和87分钟连入三球逆转比赛 而维尔莱特决赛的对手正式节目战3比0击败过他们的赛 这次仅仅扛了20分钟他们又被逼入了绝境 后卫兰博特在禁区内不理智的伸手红牌加点球 尽管对手踢飞了点球让他们稍微缓了一口气 但是接下来一整场甚至是加实赛他们都将少人作战 在整整100分钟的十打十一后 维尔莱特奇迹般的将0比0的比分坚持到了点球大战 并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整届比赛他们只领先了不到60分钟的比赛 却举起了最后的冠军奖杯 仅仅这段神奇的旅程就足以让维尔莱特被载入实测 作为加勒比冠军 他们拿到了唯一一个只通下赛级冠军联赛的名额 有机会和北美最强球队交手 更大的奇迹在等着他们去创造 当然在此之前 维尔莱特的队员们还需要再忍受10个月无求可踢的日子 队员们每周至少抽出一天 或者在酒店里或者在队友家里 围坐在一起谈心 他们或者失去了住所或者失去了亲人 几乎没有人能从那场持续至今的在那中全身而退 球队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帮助球员们走出低谷 帮助他们扛过那段艰难岁月 2023年3月 新一届的冠军联赛终于拉开帷幕 在8个小时颠簸的大坝后 维尔莱特终于抵达了多米尼加的西巴尔体育场 这里是他们的临时竹场 由于动荡的局势 他们不被允许在海地进行竹场比赛 只能临时借用邻国多米尼加的球场 西巴尔体育场因为看台上的一棵大树而闻名 但是维尔莱特的球员们无暇欣赏这样奇特的景象 他们的对面是美国大联盟球队奥斯汀 一支身价接近5000万欧元的巨无霸 而维尔莱特的总身价仅有15万欧元 奥斯汀并没有在客场派出最强阵容 包括头号球星德琉西在内 大部分主力都留在美国备战大联盟的比赛 但是随便一名替补球员的身价 就比维尔莱特全队还要高 300多倍的巨大身价差距 还是让这场比赛看上去毫无悬念 尽管希望渺茫 但是维尔莱特的教练和球员们 还是达成了共识 这场比赛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绝望中的海地需要一个好消息 他们必须踢得下一群野兽 如果能让海地人民 听到海地足球的好消息 那是我们的荣幸 带着这样的信念 队员们走上了赛场 实力更强的奥斯汀控制了比赛局势 但是维尔莱特的反击 也在频繁的威胁恪对球门 第13分钟 在一次反击中 切里接队友的下地传中 投球破门 维尔莱特1比0领险 很显然 奥斯汀并没有失去叫醒 第39分钟 维尔莱特几乎复刻了第一例进球 切里再次投球破门 下半场刚开场 奥斯汀的防线又出问题了 切里投球攻门会突出 刚刚加门奥斯汀的埃及裹脚 塔雷克忙中出错 不慎打击了一记离弗的游戏球 将敌方扩大为3比0 此时奥斯汀的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连续换上5名主力球员 大举进攻 但是运气也没有站在他们这边 3比0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这场惊世骇俗的冷门 登上了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 震惊羞辱等等词汇充值爆端 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喜悦的 维尔莱特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如何获得去美国的签证 由于海地的严峻形势 美国收紧了对于海地的签证政策 根据规则 如果客队没有抵达赛场 将被视为弃选 即使这是由主办国的签证政策导致的 一年前另一支球队卡瓦里 夺得了海地史上第一个扎勒比冠军 晋级冠军联赛 却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签证 被迫选择的弃权 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重演 果然首回合大名单的21名球员中 只有10个人拿到了前往美国的签证 11名首发的出演中 只有6个人能够参加第二回合 而报名窗口早已关闭 如果无法凑齐最低人数要求 那么退赛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他们向赛会提出推迟比赛的请求 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直到启程时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战赏球场 最后时刻终于迎来了转机 2023年3月13日 也就是比赛开始前一天 美国业余球队魔城凯尔特人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球队中的两名球员将会代表 维尔莱特出战冠军联赛 原来这两名球员曾经效力 维尔莱特在危机发生后 选择离开海地前往美国谋生 他们在美国参加的比赛属于业余性质 在中北美足联的系统里 他们仍然注册于维尔莱特 拥有代表球队出战的资格 不久后又有两名美国业余联赛的球员加入 这才在中北美足联规定的日期前 满足了比赛的最低要求 当14号晚上 裁判在奥斯汀的QR球场 吹响开场哨时 克里的替补之上只坐了三个人 而且没有替补门将 这次美国人不会倾敌 排除所有主力的奥斯汀 从开场的第一分钟就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他们从所有方向向维尔莱特的球门 发起潮水关的冲击 当门奖德修斯在第102分钟 出出奥斯汀的第三十三角色门时 他知道他们做到了 101 on the clock 奥斯汀打进了两球 但是没能逆转比赛 总比分3比2 我要来推晋级了 这不仅是海地球员第一次在这场赛事上淘汰美国球队 也是整个甲烈比球队 整整12年后再次取得这样的成就 赛后的采访中 队长斯蒂芬萨巴已经气不成声 或许这场胜利 对海地的局势没有任何改变 他们只是希望海地人民在无尽的苦难中 能找到一丝丝的快乐 8场赛面对最后的冠军 墨西哥球队莱昂 在首回合0比5惨败的情况下 罗尔莱特在第二回合2比击败对手 昂首出局 2023年新一阶的加利比冠军杯开赛时 我们却没有看到海地球队的身影 加利比作协议海地联赛 停摆太久为由剥夺了他们未免的机会 在国家威王面前 海地球员们的努力显得如此苍白